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唐继真 今天我们来讲讲三星堆 为什么要说三星堆呢 当然是因为现在正在进行三星堆发掘 我来错个热闹 但是核心并不是我要错热闹 而是我憋了很多话要讲 因为我自己是常年从事安阳英虚研究的 我研究的是山王朝 那么为什么讲三星堆呢 首先是因为三星堆跟山王朝是同时期的重要的考古发现 其次呢 三星堆是到目前为止 我所知道的我们国家考古发现里头 最神奇 最难解的一项发现 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第一 为什么三星堆叫祭祀坑 因为很多人认为它不是祭祀坑 它是宝器埋葬坑 埋宝物的 或者说它是蒙氏坑 或者是说它是火葬坑 或者说它是祭祀坑 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它是祭祀坑 那么我来从我的角度讲讲 为什么是祭祀坑 我们先回顾一下 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发觉到底挖出了什么 三星堆 这处位于四川广汉的神秘遗址 自从面试那天起 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它的种种传言与猜想 更是困扰了我们九十多年 1929年 四川广汉人燕家父子 在三星堆月亮湾自家老宅里 发现了石坑 挖出了玉石器三四百件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1934年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可维汉 和中国助手林明君 对三星堆进行了历史上首次考古发掘 将三星堆遗存的年代上限 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新中国成立后 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 认识到三星堆遗址有可能是古蜀国独成 1986年 12号祭祀坑被发现 金器 玉器 数千件青铜重器 横空出世 震惊世界 暗含神秘图案的金杖 通达天庭的青铜神术 傲视诸方的青铜利人 造型毁决的纵木面具 仿若置身众神之国的青铜人头像 铜兽面具 以及各种眼形铜器 鸟形铜器等等器物 具有浓厚的神物文化和原始宗教特征 时隔三十年之后 2019年10月 考古工作者在一二号坑周围 又新发现六个祭祀坑 三星堆再醒惊天下 2020年10月 发掘工作正式开启 截至目前 六个三星堆祭祀坑 已提取象牙 青铜器 金面具 鸟形金饰 玉丛 牙雕等 各类器物数千件 大家知道 1986年发现了两个坑 坑里面有很多的青铜器 象牙等等 当时一出来 考古学家都炸了锅了 那时候我刚好大学毕业 我看到报纸人报道 我们在课本上 从来没有学习过这样的东西 而且那个时候 学术建议对他没有一个 特别有共识的解答 所以那个时候 对于是充满了神奇 这就是为什么 我开头我一开始说 我说三星堆的发觉 是考古学家所面临到的 最神奇 最难解的问题 三星堆今天又开始挖了 很多媒体上讲 这是新的考古发现 我们所谓的考古发现 主要有这么几类 大家可以跟着我数一数 三号坑 四号坑 上面都盖了一层象牙 然后呢 铜筋 玉丛 玉章 还有梳子 石器 还有一个大的金面具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新发现呢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就是新发现 新挖出来的嘛 可是对于考古学的人来讲 未必 因为这些东西啊 都是八六年挖出过来的 对吧 比方说象牙 比方说铜筋 比方说玉壁 这都是过去挖过的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呢 我们应该是把它叫做重复发现 对不对 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 从来没有见过的发现呢 确实也有 比方说挖的一只木箱子 以前没发现过 又比方说 发现了一个金面具 过去三星堆没发现过 但是大家别忘了 三星堆发现过 戴着金面罩的青铜图像 而且在三星堆 稍晚一点的另一个遗址 叫金沙遗址 也发现过完整的金面具 所以金面具也不是什么 完全陪新的发现 那么讲到这段话 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三星堆新发现的这个坑里头 绝大多数带给我们的 还是重复发现 那么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呢 因为这些发现 跟判断这些坑的性质 有重要的关系 那么站在我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最少到目前为止 新发现的六个坑的考古发掘 没有改变 此前1986年 所发掘的两个坑的性质 1986年 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 相继发现之后 社会各界都感到非常震惊 除了出土文物种类繁多 体量巨大 风格诡秘之外 还有一个让大家 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 那就是 很多出土器物都残缺不全 损毁严重 明显的有被人为砸碎 和被火烧过的痕迹 这里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 这么多珍贵的器物 为何被一股脑砸碎 焚烧填埋呢 关于这个问题 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争论不休 众说纷纭 那么 三星堆的这几个发掘坑 当初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学术界都有哪些不同的说法 这些说法最终能成立吗 所谓性质 就是这两个人干什么用的 1986年以后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 考古学家为这个事 可以说操作了心 那么1986年到今天 很多的考古学家开始讨论 写论文 谈自己的看法 就是这两个人 到底干什么用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提出了很多的观点 比方说 有人认为这坑是干嘛的呢 复仇的 当年的商王朝 跟古蜀国打过一仗 那么古蜀人 缴获了商朝的东西 然后把商朝人的 青铜针 比方说 缴获过来 埋到这个坑里头 然后把商朝人的这个头 砍掉 然后做成那个人头像 烧记在坑里 这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概括 叫复仇说 对吧 还有人说呢 这个不是复仇说 这是盟事说 也就是当时有个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大家在一起盟事 对天发誓 天地作证 把东西埋进去 证明这是 一场重大的 盟事活动的一技 这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呢 这就是一个木 只不过被火烧了一下 那就是个火葬木 当然 学术界最主要的说法 是祭祀坑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把它叫 祭祀坑 我论述它是祭祀坑之前 我必须对其他的说法 进行回应 对不对 为什么它不是复仇坑 提出这个说法的人 他最少知道 这个尊呢 是商王朝的东西 尊本身是 是商王朝的一种礼器 所谓的商法蜀 家国人缺水这个技能 那么既然有商法蜀 那么不见得就 商人就一定胜 不见得蜀人就一定败 那么蜀人抢了 商王朝的东西 比方说抢了铜尊 埋到里头 那么这个说法听起来 你看又有甲骨纹的依据 对吧 又有铜尊 埋到坑里头 特别是八六年 八六年的一号坑 二号坑 全有尊 特别是二号坑 二根尊八件 就这样尊埋到里头 那么还有好多人头 那个头好像就是 填埋在里头 那么就表示说 我们抓获了很多俘虏 扔进去了 貌似很有道理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 首先还是要看这个尊 大家知道尊是商王朝 这个时候比较习贱的 一种器物 但是尊可不只有商王朝有 也不只有乌鼠国有 实际上在长江流域 有很多地方都发现尊 在考古学者的眼里 尊跟尊是不同的 四川广汉祭祀坑里头的尊 和商王朝的尊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都是尊 样子差不多 但是它有自己的私活 比方说三星堆出土的尊 它有的确实跟中原地区很像 但是大多数的尊 明显地有 古史国本地的一种文化长度 比方说在尊的肩部 做一只鸟 这个尊的放缝这个位置 放上一个鸟 那么三个放缝 可能就三只鸟 三星堆 发现了大量的带鸟的尊 实际上这个尊 从器形上看 它就跟商王朝的尊不一样 那么除此之外 铸造的工艺上 也有细微的区别 比如说花纹 做得又像又不像 它不像中原工匠做的 它的气体也稍微薄一点 也就是它确实不是商王朝的尊 也就是说这个尊貌似是抓的 商王朝的人 从商王朝抢过来的 其实不是 它应该是本地的尊 再说你怎么知道 守人已经打赢了呢 另外这个复仇过程 要这么去表现吗 要放这么多东西吗 所以复仇说 这个说法实际是不靠谱的 那么在古蜀国的历史上 发生过王朝更替 比方说杜宇氏 推翻过渔夫王朝 这根据文献有这个记载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会不会是被推翻的王朝 把自己的宝物 宝器 都埋到坑里头去了 或者是战胜的一方 把上个王朝的东西 全拿着埋到坑里头去 会不会是这样呢 过去很多人提罪这个说法 认为是宝器埋葬坑 这个说法也貌似有道理 因为刚好 根据古迹上 比方说华阳国志 根据蜀王本纪 确实有杜宇王朝 推翻渔夫王朝的记载 而这些坑呢 确实是埋了很多 都是宝贝 青铜器 象牙 玉器 包括金面具 这不都是宝贝吗 貌似好像有道理 其实也不能成立 为什么呢 现在大家注意一下媒体 北京大学 刚刚发表了一批 烫尘斯数据 四号坑的 它的年代 大概比二号坑 要晚个一百多年 那么也就是说 它不像是一个王朝根替 老子的根替 根替往都在这埋 就王朝根替 埋葬宝物这个说法 其实也有问题 至于说盟氏的说法 过去确实有盟氏的遗志 比如说红马盟书 瘟献盟书 那都是盟氏以后 用特定的预期 写上盟氏的誓约 然后天地做成埋进去 它不会那么庞杂的东西 一股脑埋进去 这种现象是 在中国历史上 以前没有考古发现 一个支撑的 这个也靠不住 那么火葬墓 火葬坑当然 这个从考古学角度来讲 是比较容易推翻的 虽然里头是有 很多的烧的痕迹 比方说一号坑 烧了很厚的一层灰烬 你可正在发掘的 四号坑 三号坑 也都有火烧的痕迹 四号坑上的有 二十公分厚的灰烬 好多象牙 黑黑的一层 都是烧过的 我常年在安盐医序发掘 我挖过很多的木 我对墓藏结构是了解的 墓藏结构 首先一点 它要有一个中心 中心是放光彩的地方 里面应该有人骨 而随藏品的摆放 是大概是有规律的 比方说青通器 青通石器放在一起 青通酒器放到另一个地方 一般情况下 一定会有陶器 包括富豪木这样的墓藏 它也有陶器 当然三星队也有陶器 但是很少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器物的摆放是有规律的 而三星队我们看不到 那么我认为火藏墓 也不是很靠谱 既然盟士说不靠谱 复仇说不靠谱 杜宇王朝 推翻渔夫王朝 也不靠谱 火藏墓更不靠谱 那到底是什么 考古学家认为 86年的两个坑叫祭祀坑 现在此时此刻的考古发现六个坑 并没有改变祭祀坑的性质 这个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这个里头呢 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理解一些解读 我们一般现在关心的是 前方挖到了什么 又挖到什么黄金面具 又挖到什么轻松器等等 再炒这个 这个不错 很重要 但是大家别忘了 除了发现的器物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是看不见 或者不容易看见的东西 我把它叫现象 只有把器物跟现象加到一起 你才能完整地看待这几个坑 那么器物是什么 比如说发现几棵树 它是器物 比如说金面具是器物 青铜棕是器物 但是什么叫现象呢 比方说三号坑四号坑里头的 被火烧的那个灰烬 被火烧过是不是现象 现象吧 还有一个 那些象牙 是叠压在这些铜器上的 象牙在最上层 这个叠压关系是不是现象 是现象吧 那么好多的器物 在坑里头是砸碎了的 三号坑四号坑全都碎的 这是不是现象 这些要加到一起 综合地看 一方面看器物 一方面看现象 一方面跳出三星堆 这样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综合判断 那么首先 我们先看器物 大家看着都是一个一个 挺震撼 挺大 挺奇怪 这些感受我也有 大家都有 但是这些文物之间 一定会形成某种关系 举个例子来说 像这样一个眼睛突出的 我们叫纵目的瓦型面具 它到底干什么用呢 为什么里面会有一棵树 为什么里头会有一个利人 他们这些有关系吗 还有一个刚才我说过的 为什么器物买进的都破的 这都是修好了才成这个样子 出土的时候都是破的 为什么会破 为什么要烧 所以把这个东西要全部综合起来来建立一种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试着按自己的理解来建立某种关系 大家听一下 看有不有道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这几个坑里的文物 按照它的性质来归一下类 看能不能解读这些器物和现象 第一个概念 如果是祭祀坑的话 一定有受祭者 对不对 谁来接受祭祀 这是一个概念吧 第二个概念 如果是祭祀坑的话 一定有祭祀者 第二个概念吧 第三个概念 如果是祭祀坑的话 它应该有祭器 也就是拿什么样的东西去祭祀 第四个概念 如果是它反映一个祭祀现场的话 它应该有些文物能够记录祭祀的动作 或者叫祭法 对不对 好 刚才我说了四个概念 对吧 受祭者 祭祀者 祭器和祭法 如果按照这四个概念 来研判坑里的文物 大家想一下 我们会适合什么结果 现在我用桌子上的这些文物的复制品 其实都是当年三星的一号坑 特别是二号坑的文物的复制品 来做一个祭祀过程的还原 如果我能把这些出土的文物 特别是主要的文物 重要的文物 能够能够按照受祭祭者 能够按照受祭者 祭祀者 祭祭和祭法 把它排好 规制好 大家就一定会相信 考古界所定义的祭祀坑 是恰如其分的 唐继根教授认为 按照商代的祭祀礼仪 如果三星堆的几个发掘坑 被定义为祭祀坑 一定要具备受祭者 祭祀者 祭祭 以及祭法 这几个重要的祭祀要素 那么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 纵目面具 青铜人像 青铜大利人 青铜神术 青铜顶尊人 跪坐人等等 一系列的人物形象 在祭祀活动中 分别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 又是怎样的 祭祭和祭法 又是如何体现的 面对这些分杂的出土器物 唐继根教授 能否还原出 当年的祭祀场景呢 那么 我桌上摆着的 是三星堆 1986年发现的 主要的文物 我们这些文物 其实能够代表这些坑的 主要发现 那么我现在来介绍一下 我桌子上放到的 几件复制品 注意是复制品 大小比例不完全压的 这件呢是 二号坑出的 这件祭祀有多大呢 一米三八 体量 震撼吧 这件祭祀发现的时候 据这个参加过发掘的人讲 是倒着出土的 当时以为是个靠背的 这个扶手椅子 结果后来挖出来才知道 是一个面具 那么为什么像扶手椅子 因为它大呀 就这个弧度 就像个椅子一样 大家想象这个概念 那么它的特质是什么 毫无疑问 两个眼睛突出嘛 另一个重要特质是什么 耳朵 你看它的耳朵 两边撑出去 有点像招风耳 那么另一个特点 大家看它的嘴 它的嘴唇呢 到了这个位置 你看人的嘴在这 它到了 快到耳根子下了 就接近耳朵 在这个位置去 到这 这么大的嘴 这不是人的形象 它是貌似人的形象 但是有所夸张 眼睛夸张了 嘴夸张了 耳朵夸张了 一米三八 突眼 大嘴 招风耳 这它特征 大家看这一句 这一句呢 跟它比 相同的地方是 它也是一个瓦型 像个瓦片似的 但是它比它小一些 一号根出一个 注意出一个 二号根出了二十个 这样的 它特征呢 就是也有所夸张 但是完全没有 它这么夸张 对它们之间的差别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它 作为受计者 大家觉得 是不是合理 可能你们还不觉得 但是你想象一下 它的天赋异比 它的超长的形象 它的一米三八的体量 它显然不是普通的东西 它显然不是普通的东西 还有一个 大家注意 这一件 在一号根指出一件 大家记住这个 待会儿用 接下来我介绍这一件 它的武功 要看上去稍有夸张 但是跟它是不能比的 它的特点是 天赋异比 这个不是人 不是常人的形象 就是绝对是一个 神异棒的形象 可是它呢 基本上是个正常的形象 只不过穿戴华丽 一米七二的个 它的头上的帽子 铜铺帽 上面有花纹 花纹上头上面这个帽子 上头的这个光啊 是眼睛 有一位学者写这篇文章 他把这个眼睛啊 说的是天目 可以看到天上 所以这个文章 他们也把它叫天目光 但是这是个人的观点 它非常重要的是 它在做一个动作 大家知道 祭祀是要动作的 那么它这两个环 抱的什么呢 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 它抱的是象牙 因为它两个手啊 是有弧度的 它不是一个直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直的对应 而是有错位 只有一个带弧度的东西 才能把它放在手里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象牙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窗戴华丽的人 一个带着天目光的 貌似可以通天的人 抱着象牙的人 他在干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接着往他以后 我再接受一件 这个人 这个人呢 大家看 他是跪在一个台子上 两只手从两边伸出 拖着一个东西 就是从头顶到这个部位 这一节 大家知道什么吗 这是一个同尊 我给大家拿个东西 你们比一下就知道了 像不像 这个部位是一个尊 所以 考古报告里 把它定义为 跪坐 顶尊人 把这个顶到自己头上 所以 他也在做一个动作 那么他跟他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他穿着更华丽 他带着天目光 而他穿着是素衣 他身上没有服饰的 素衣 他顶着一个尊 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好 接下来我再介绍两件器物 大家看这一件 这个是三米九六 也就是如果你看到 真正出土的文物的话 它是比这个要高的 高得多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术 1986年出土于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 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 略有残缺 残存高度3.96米 重量达500公斤 发现时 已经断裂成上千个碎片 是文物修复工作者 前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才修复成如今的样子 这棵青铜神术 也是我国迄今为止的 青铜文物中 形体最高大的一件 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 三星堆出土的这棵青铜神术 都称得上是一件 绝无仅有 极其奇妙的器物 整个神术 由底座 树和龙 三部分组成 铜树底座 呈穷龙形 其下为 圆形座圈 底座由 三面弧边三角状 镂空区块面构成 三面间 以内叶式的三足相连鼠 勾拟出 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 座上 注视象征太阳的 日纹与云气纹 树柱于 神山之巅的正中 浊然挺拔 有直接天语之士 树分三层 每层三只 共九只 每只上 有一仰一垂的 两果只 果只上 立神鸟 全树共 二十七枚果实 九只鸟 树侧有一条 圆树微移而下的 身似绳索相变的铜龙 整条龙 造型怪异诡诀 莫可名状 关于神树的传说 在中国古籍中 多有记载 《山海经》中 记述有 扶桑 落木 剑木 它们都是神树 但有着不同的功能 扶桑是太阳升起之树 落木是日落之树 而剑木则是 屹立在天地中央 可以通天的神树 那么 当年的古蜀人 为何要铸造这么大一棵 青铜神树 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注意哈 底下的山 只有0.37米 而上面这一棵 是3.59米 大家想象这个关系 我不说大家能想象到吧 这个高度 是这个山的高度的十倍 你知道当年的工匠 做这个的时候 他心里怎么想 我们日常生活的山 是很高的吗 很高吧 它是山的十倍 也就是说它可以通天 是这个概念吧 大家再仔细看 上面有很多树枝 树枝弯过了以后呢 一个朝下一个朝上 朝上的枝上都有 都有鸟 鸟啊 其实可以理解成神鸟 因为它在天上飞 古人肯定利用这个概念 大家听明白了 如果是这棵树 当年的某个场合一放 它代表的是 在山顶上可以到达天庭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 所谓的 技气和技法 那么除了这个顶尊人之外 我还要引入 两件东西 一件是另一个贵人 人也贵着 这个人也在做一个动作 两只手在拿什么呢 拿一枚张 张是一种器物 上面带两个牙 像一把刀一样带个牙 那么这个贵的人呢 双手架着 那么在三星堆 遗址里头 出土了大量的豫章 其实这个贵座人 手里夹的是一个豫章人 我们把它叫支章人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叫顶尊人 那么还引入一件 就是有一个贵座人 贵座人也在做个动作 他拿的什么 我们现在不知道了 是吧 他因为住着 只做了个手势 在那搁着 那么注意 这三个人啊 衣着朴素 他绝对没有这个 利人的华丽的服饰 更没有带 所谓的天幕光 但是他也在做个动作 好了 讲完这个以后 我估计大家心里面会想到 他们都是祭祀人 是不是祭祀人之间 有点差别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 祭祀者应该不是一个人在干活 应该有若干人的祭祀 那么祭祀者里头有主祭人 还有从祭人 那么这就是主祭人 穿着华丽 舒适的很得当 带着天幕光 那么他剩下的那些人呢 顶尊的 支张的 还有做这个动作的 应该是从祭人 就参与祭祀过程 当然不是核心 那么这样就构成一个 祭祀者的群体 那么这样的话 主祭人和祭祀者有了 大家在想 还缺什么 缺祭器 象牙是不是 当然是 不要说这个人 鼠里可能拿的象牙 我们现在正在发现的 三号跟四号 哪个没象牙 八号跟九号的 一号跟二号跟 也是象牙 成对的象牙 所以象牙是祭器 而且是重要的祭器 好 还有什么 豫章是不是祭器 豫章也是祭器 那么三星堆 发现了大量的豫章 还有什么祭器 尊 顶尊的那个尊 他头上顶的那个尊 那是不是祭器 还有不有 还有 不容易看见 大家知道吗 一号跟二号跟 出土尊的时候 尊里面装的什么 海贝 海贝也是机器 好 那么这些机器 有什么特点呢 我跟你说 当你想象一下 这些器物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有一个概念 直接扑面而来 隆重 庄严 没错吧 你想想象牙 不容易得到 还有一个什么 尊 铜尊 铜尊是那个时候的高科技 不容易得到 铜料怎么拿来 工艺怎么办 技术怎么办 怎么铸造 高科技 所以一般人不会有铜尊 还有豫章 鱼啊 不容易得到 还有海贝 四川并不离海 所以海贝是遥远地方来的 那么海贝 豫章 铜尊 包括象牙 哪一件都不顺利得到的 所以它都是 庄重 肃穆 稀缺 严整 这么一个 可以营造特别特殊的 一个气氛的东西 所以这是机器 那么技法 大家看到 顶尊是技法之一 支章是技法之一 那么抱象牙 可不止它一个人 二号坑 出了一个 神堂的一个青铜器 每一侧有五个人 都抱这个东西 有的坑可能抱的也是象牙 但也可能抱别的 那么这种 手上握黄状 不对称的这样的 青铜形象 并不止这一个 也就是象牙 为什么会出那么多 很可能 当然象牙是一个 技瓷场必备的 用量很大的一个机器 技法 除了看得见的 顶尊 看得见的支张 还有看不见 可以推测得到的 直象牙之外 大家想想 还有没有别的 技瓷方法 缝烧嘛 对不对 过去的一号坑 二十公分厚的灰烬 现在的三号坑 四号坑 上面黑鸭的一片 象牙都被烧了 缝烧啊 对吧 这是技法之一吧 还有什么 气污砸碎 把气污弄碎了 扔到坑里头去 所谓的碎气 你们现在看视频 前方传回来的 同宗是倒放着的 好多宗是裂开的 玉壁是藏的 金面具是藏的 破碎的 技法上 大家想象一下 前面一部分是 抱着象牙 拿着章 顶着尊 很严肃 可是最后要破碎 要缝烧 这两个过程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很隆重啊 也很稀奇了 好了 我们把授记人 祭祀人 祭器 祭法 这四个概念 都说清楚以后 我们再看 所有的文物 授记者 放在一个 比较高的地方 比方说 这两个面具 你们要仔细观察 这两边都成瓦型 它后边是空的 那么两边都有窗孔 这边有方孔 那么说明它什么 放在高的地方 比方说 装在一个木桩子上 或者怎么样 很大很高 高高在上 那么主记者 穿戴一新 经过严肃的打扮 严肃的梳理 戴上天目光 穿上戴云雷纹的 三层衣服 登上一个高台 抱着一个 洁白的象牙 开始了 它的背后 还有从纪人 包括顶踪人 持张人 还有做各种动作的人 形成一个祭祀兄弟 很隆重吧 那么这一部分人 是在地上 可是这个表示在天上 中间的桥梁在哪呢 神树 一个比商要高 十倍的神树 那么就可以到达天庭 好了 接下来我要引入一个 非常奇特的东西 就这件 这件东西刚挖出的时候 肯定很多人看不懂 这件东西我先描述一下 底下一个台子 台子上有一件这样的 奇怪的东西 那么上面呢 是一个 长着两个鸟爪的 一个人 人头上呢 带着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背部和两翼 有张开的翅膀 大家看 这一节 跟这一节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吧 那么它应该是在高处 大家再看 它是鸟爪 那么通过它的鸟爪子 和这一部分 和树联系起来了 这个神像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耳朵 跟这个祖先是一样的 也是招风耳 还有一个 你看 它这个鼻子的上方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它像一种 云的流动 大家看 这个纵木头像的前方 有个窟窿 这个窟窿干什么用呢 三星堆二号坑 出了另一件 同样的纵木面具 这个地方就套着一个 类似这样的东西 完全是一样的形态 套住了 高高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它创练起了 这个兽计者 和这个神术 这样一来 兽计者 神术之间 通过它的创练 再加上一整套的动作 包括最后的 缝烧 碎器 把它全创起来了 这样我们就讲清楚了 三星堆的这几个坑 在目前为止 是不是应该把它 定义为祭祀坑 对吧 所以文物要这样去解冻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现象和器物 放在一起解冻 我们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 刚才您提到了中间这个 站在连接神树和这个 受计者之间的这个鸟人 看到它有一些鸟的形象 但它也有人的形象 就不属国的人 他们会对它的身份 进行个什么界定呢 我首先很喜欢鸟人这个概念 这叫鸟人其实蛮通俗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 它有了鸟的形象 这部分的功能 那么说明它的 它有一种超能量 就是祖先在天上 具有超长的功能 祖先神化的 一个特征的表现 那么正是因为 祖先被神化了 所以它就会出现 人和鸟合体 确实需要进一步讨论 老师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 关于面具的 然后就是为什么有的人 祭祀里有的带金面具 为什么有的没有带 是不是跟地位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黄金是 那个时候最贵重的东西之一 它的颜色很灿烂 所以黄金服到面上 表示这个人很尊贵 戴了黄金面罩的人 地位身份也不一般 很可能那些人都是族的 族长 各个族的属灵 跟那有关系 如果不是各个族的属灵的话 他不容易拿到 这么珍贵的东西 把黄金敲打着面具 贴到自己脸上 对吧 受计者 祭祀者 祭祭祭法 这几大关键因素的解决 似乎足以证实 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问题 也可以解释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绝大多数器物的内涵 但考古专家却认为 仅仅把出土器物 解释清楚还不够 还有很多的谜团等待解答 通过这场祭祀活动 能推测出四千年前 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之间 存在什么样的渊源 考古专家又会有 什么样的推理和猜想呢 仅仅把器物和现象 说清楚还不够 为什么呢 还要放在一个 更大的背景下来解读 就是放在一个 三千多年前 是只有四川的三星堆文化 这么祭祀呢 还是其他地方也这么干 放到这么个大背景下 就明白了 比方说 山王朝 它有隆重的祭祖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甲骨有很多官 有祭祀的补辞 那么商代人祭祖怎么祭呢 它有好多祭法 比方说 跟祖先献上一些牛 或者献上一些羊 叫太劳小劳 或者刚退就杀几个人 祭祀祖先 那么祭祀谁呢 他可以祭祀一个祖先 他也可以祭祀两个祖先 他也可以祭祀五个祖先 十个祖先 甚至二十个祖先 因为甲骨文有个记载 叫做和祭 比方说它有个词叫十世 这个世 就是祖先的排位的意思 那么如果祭祀十世 是祭祀十个祖先 如果祭祀念世 祭祀二十个祖先 现在大家回头来想 二号坑出土了两件纵木 这样的东西 那么同时出土了二十件 这样的人头像 或者叫瓦状人头像 它就有可能是 想述的是和祭 一号坑只出土一件 这样的瓦片状的头像 那也可能祭祀一个祖先 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在三千多年前那个时代 祖先崇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甲骨文所代表的商王朝 以及这些同契所代表的古蜀国 他们的祭祀上有相当的共性 刚才我们讲了 为什么三千多的那些坑是祭祀坑 那么纵木的瓦型头像是授记者 那么没有纵木的也是授记者 那么立像是主记者 后面还有存记者 那么他们是什么身份呢 对吧 这个可能大家也关心 那么我的理解 如果是根据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现象的话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 在祭祀他们的祖先 那么它反映的是祖先崇拜 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那么授记者 他的眼睛突出 这个现象 其实在文献里头 有一些虚线索 比方说华阳国志 守望北京都提的一个人物 叫藏丛 那么当提到藏丛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字 齐木纵 守称王 大家注意这六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藏丛这个人 他的眼睛是万全深的 叫齐木纵 史称王什么意思 国家奠基人 所以他有超乎寻常的能力 他说的最隆重的祭祀 所以他才做成一米三八 这么个大东西 才把这些天赋异禀的特征 赋予到他的身上 所以他很可能是藏丛的代表 而其他的呢 可能是也是 过去的蜀王或者蜀国的祖先 所以他反映的是 祖先崇拜 过世了的祖先 在天上的祖先 这是第一个依据 那么第二个依据呢 因为这些祭祀康的年代 跟山王朝是一样的 那么山王朝的甲骨文 也记录了大量的祭祀活动 那里头反映的也是祭祀祖先 那么也就是说 在祭祀祖先这一点上 他们是相同的 他们都祭祀 在天上的受祭者 和在地上的祭祀者 组成了那个时候的一个祭祀活动 通过神术 通过枝章 顶尊 这些动作 把最珍贵的东西 象牙 童尊 海贝 远道而来的海贝 献给祖先 最珍贵的东西 献给最重要的人 或者最重要的神 这就是整个祭祀的 一个完整过程 所以我认为 三星堆的祭祀坑 主要反映的是祭祖 这些祭祀坑 是否只反映祭祖呢 也不一定 它有可能除了祭祖之外 还祭别的 也可能在祭祖的 这个隆重过程当中 顺便祭一下太阳 祭一下 伤神 也有可能 这些祭祀现象 和祭祀文物 所反映来的 古蜀国的祭祀活动 可能是一个复杂的 复合的过程 但是一定是 祭祖是最核心 最重要的 刚才我说了 这是寿祭的祖先 那么这是祭祀人 祭祀人也有一个身份 当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 祭祭人 那么他 除了祭祭之外 他自己又是 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种族 或者什么样的 一个职位 很多学者说 这个可以叫祭祀 也有人说 他不仅仅是祭祀 有可能是 蜀国的国王 那么我们从他 穿戴华丽 主持祭祀 这一点上看 他显然是个重要人物 因为普通的人 他从祭就好了 主祭者一定是 最关键的人 一定是活着的 最关键的人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这几个祭祀坑 是在古蜀国核心的位置 那么它肯定是国家祭祀 它不会是普通的祭祀 那么如果是国家祭祀的话 能够主持国家祭祀的人 会是谁呢 非常大的可能 蜀王 只有蜀王才能够来到 3.6平方公里的城 在城里的重要位置 主持国家祭祀 只有蜀王能够穿戴如此华丽 而且戴上所谓的天幕光 只有蜀王才能够 有一大队的从祭者 才能运动那么多象牙 那么珍贵的高科技的童尊 还有那么遥远距离来的海贝 所以它是祭祀 但是很可能也是蜀王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 熟悉三星堆的发掘品的人 大家知道 其实三星堆的文物里头 还有一类人头像 有的呢戴了个金面罩 有的是平顶的 有的是湖顶的 有的后面梳个发脊 有的后面梳个辫子 那那是什么人呢 我想说的是 考古学 当我们遇到新发现的时候 或者遇到复杂发现的时候 其实很难说 我一下子把所有的文物 都解读完毕 有些东西是 一时难以解决的 所以说有的你知道 有的你不知道 对吧 那么三星堆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受记者 知道主记者 从记者 知道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们解读了绝大多数的文物 但是 我们确实很难说清楚 那些平顶的编发人 到底是谁 目前还很难下结论 我期待呢 现在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 能够证明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些人的身份也非同寻常 如果让我斗党做一个推测 可能是国王 所领导的各个族的族长 我所研究 可以说一辈子半辈子的山王朝 山王朝的社会 就是一个族的结构 国王统治了好多的族 国王是向各个族的族长 发号施令 然后由族长 去统治一般的老百姓 并不像今天一样 通过省长市长去发布命 不是那样的 这个是从秦始皇推广 俊宪制以后 那么国家的结构发生变化了 那么在商代的时候 是国王通过族长 去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不排除 如果斗党推测 不排除那些人头像 可能是各个族的族长 这就是我的推测 在做的还有什么问题 唐老师您好 我想了解一下 既然是个祭祀坑 那么按照我们 就是说我们通常的了解 在三千多年前的时候 世界各地 那么普遍的祭祀 都存在一个国际 也就是用人来作为牺牲 在这个三星堆里头 您认为未来 有没有可能发现 这种牺牲的证据呢 好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因为在我所研究的 伤亡潮的遗址里头 我经常发现杀鸡现象 比方说把人拿过来 把头砍了 然后把头跟身体分开埋葬 埋到牧道里 埋到牧葬之外的祭祀坑里 有的时候一杀就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甚至上百 甲骨文有类似的祭祀 那么有的人头被砍掉以后 就齐刷刷地能看见 那个牙齿被砍断的痕迹 杀鸡在上方上非常的流行 除此之外 在长江流域 在江西 那么我们看到的无成遗址 上面也发现好多人头 也有被砍头的痕迹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三千队面发现呢 确实是个谜 但是不见得以后不发现 我们期待以后 去证明这一点 老师好 刚刚您提到了 关于太阳崇拜的一些知识 包括我之前自己 查找了一些资料 比如说古巴比伦的 山马师太阳神 然后玛雅的 托亚地乌太阳神 以及古代中国 广西大鹏山的古祭坛 包括它们都是 以鸟为图腾的这些 然后都出现了 太阳崇拜的迹象 那您觉得这些迹象 是否可以作为全球化 更早出现的一种有利证据呢 好了 很感谢 这个问题很好 做了很多功课 是这样的 就是太阳崇拜 在很多地方都发现过 比如说在美洲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美国中部的 有个遗址叫Cohokia 那么你看到一个 很高的祭台 祭台上那么定期的 或者不定期的 那么当地的印第安人 就在他们搞大型的 祭祀太阳的活动 那么刚才您提到过广西 提到过埃及 包括我们的邻居 印度的哈拉帕文明 都有太阳崇拜 太阳祭祀 那是个普遍现象 这个东西呢 全球化 跟全球化什么关系呢 全球化我的理解 它是一个互相之间 有交流 有互动 最少有信息的交流 然后大家跟着来学 把这个事情普及了 那么除了这个概念之外 还有一种 就是由于地球上 大家生活在类似 或者相同的环境里头 大家在平行世界 平行地域 那么在相应的时间点上 它可能自发地 会出现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平行世界 独立发生的相同的事件 这个应该不叫全球化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就是三星堆发现的文物 它一般都是那种碎片化 或者是经过焚烧的 在我一般的理解当中 我们应该把最好的东西 交给祖先 他为什么要把它打碎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或者是意义吗 其实这个东西呢 最好是问鼓鼠人 或者问商王朝的人 但是我可以尝试解答 如果你不烧 你没有烟就不能升天 它得不到信号 对吧 你不破碎 它也得不到信号 是一个这样的说法吧 所以碎气不当古代有 其实现在还有地方有 据我所知道湖北的有些地方 今天还有碎气的习俗 它是通过破碎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真正地送给上天的人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 告诉我们说 古人为什么要碎气 那么如果古经相通的话 我相信古代应该是类似的观念 就是通过焚烧 通过碎气 真正地让上天的祖先知道 知晓 然后接书到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最后再总结一下 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 没有颠覆 1986年的考古发现 跟86年是基本一致 那么授记者 祭祀者 祭器 祭法 这几个概念可以解释大多数的 出土文物和现象 当我们综合性地 把所有的器物 所有的现象如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祭祀坑是三星堆这些器物坑的 一个正确的答案 好 谢谢大家